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模型裡面 這些震盪子的分佈是依照Boltzmann的定律來分佈 現在運用Boltzmann的分佈率來處理剛剛前一張投影片裡面 我們所提到的Planck的那一個模型 在每一個I階的能階裡面所具有的震盪子數目 NI跟在能量最低的那一個能階裡面的震盪子數目 N0來做比較的時候 剛剛我在表達Boltzmann的分配率的時候 是用NI來比N0 現在我把N0拿過來 讓NI變成是一個跟N0之間的一個關係呢 就可以出來這樣子的一個關係是 NI等於N0乘上1的-EI over KT 原來這個地方應該是用EI去減掉E0 但是E0那個能量最低的能階呢 我們把它的能量設定為0 也因此那個能量的差異基本上就對等於EI 也因此呢我們以這樣子一個比較簡單的形式來表達 Planck在處理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為了要去搭配Reilly Jean原先的那一個計算方式 它需要取得一個震盪子的平均能量 那這個震盪子的平均能量呢 在概念上它的處理方法是蠻容易接受的 就是用你所有的震盪子合計起來的能量 去除上你總共具有的震盪子的數目 那你當然就可以得到一個震盪子它的平均能量 那剛剛A一個模型告訴我們 我們要去計算total的這個能量的話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每一個I階裡面 所具有的震盪子的數目NI去乘上那一階 它對應的能量EI 然後去做一個summation 把I從第0階一直加加到無限去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total的能量 而total的全部的震盪子的數目也很單純 就是把每一階的震盪子的數目 從第0階加到無限去 那這兩個部分都會成為一個power series 在處理的這個細節的部分 我就不花時間在這個地方展示給各位看 因為實際上我寫過一篇文章 把這裡面的細節的數學寫的比較清楚一點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Cyber裡面去看這篇文章 我只會把最後它所得到的這一個結果 展示給各位看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最終所得到的一個震盪子的一個平均能量 它其實將會是一個lambda的函數 那我只可以給各位 最後算出來這個rho lambda長成什麼樣子 就是這麼樣子一個稍微複雜的一個形式 8pi over lambda的四次方 你已經看到一個lambda四次方跳出來 對不對 然後乘上一個1 over 1的 1 over kt-1 1是什麼 就是h new 就是那個能量的單元 不要忘了 好 現在由於1就是h new 對不對 那new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lambda的函數 new乘上lambda等於c 所以我們把new 用c over lambda 帶進去 我們就把1 用hc over lambda 這個1 這個1 放進去 上面這個1 hc over lambda 那個下面就變成四次變成五次 這個地方 把這個1 用hc over lambda 放進去 就變成hc over lambda kt 然後減掉1 整個lambda 整個rho lambda 就跳出來 所以它就是一個lambda的函數 它跟溫度也是相關 對不對 那個profile 那個energy的那個profile 是跟溫度相關的 所以你如果是固定 比如說3000k的話 那那個t就是3000 那它就變成了 是一個直接子 跟lambda相關的一個函數 好 這個函數啊 它就變成是一個收斂的函數 什麼叫收斂函數 就是它不是像那個 rally gene的那條線 一直往上飆了 靠近這個短波長的部分 它就拉下來了 等下我們可以說 稍微做一點說明 好 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的black body radiation 的這個profile 就是那個趨勢 那個convergent的那個趨勢 就這個曲線就可以跳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實驗的數值 基於一個假設 能量的交換是一塊一塊的 這個假設 所拉出來的方程式呢 去fit你的實驗數據 把h拉出來 好不好 所以我前面給各位那個h 在那個階段 它可以從這個黑體輻射的實驗裡面 拿出來 那這就可以fit的相當完美 OK 好 講了半天這些數學你可以忘掉 說實在話 OK 我只是要讓它make sense 然後把裡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拉出來 這是向來我的原則 那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fit 實驗的這個data的話 那就代表 不管你為什麼這個postulation 可以存在 但是 似乎它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OK 這個意義就是說 那 的確這個光的能量 似乎是 被 被量化 就是它的交換一定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數量 對不對 就好像錢幣的交換一樣 5塊錢 10塊錢 對不對 你有13塊錢的鈔票或者是硬幣嗎 沒有嘛 是不是 它就是要以特定的一個方式來做交換 OK 那這也不是 不可以被接受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人敢講 為什麼 好 也因此在這個地方就創立了另外一個新的名詞 就是說這個能量的交換是 是以一個整數量的quanta 我們的中文翻譯叫做量子來交換 你在交換能量的話 要麼就是一個量子 要麼兩個量子 三個量子 四個量子 那就叫wholequanta 好不好 那有很多量子多數時候用quantum來表達 好不好 所以quanta跟quantum的這個意義 一個是單數 一個是多數 好 所以這是到目前為止 進入20世紀 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發展 普朗克所提出來的 好 那我們要再拉回來稍微看一看這個wholequanta OK 這一個能量密度跟lambda相關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跟頻率是相關的 頻率跟波長本來就是相乘等於c的 好 它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去做一些數值的分析 就是在長波長的時候 OK 那我的這個e就會很小 因為長波長 波長越長 頻率跟lambda是反比 OK 相乘積等於一個常數c 所以波長越長頻率越小 頻率越小h nu就越小 能量越小 如果 這一個能量是 非常非常小 小到 代表另外一個e就是lambda很大很大很大 對不對 lambda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是很小的一個數值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分目 就會使得這一項小於小於e 比e小很多很多 好 如果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方程式 是1的x-1 而x是小於1很多很多很多的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其實 這也可以 變成是一個power series 這個power series 因為我這個地方空間很有限 我口頭上告訴各位 這都可以查出來 1的x-1 在x很小的時候 它等於1加x除以1的階層 加上x的平方除以2階層 加上x的三方除以3階層 x的四十方除以4階層 power series 一直下去 但是我只寫到第二項 因為呢 這是一個小於1很多很多的數字 所以 這個如果是一個x的話 x的平方 那豈不是更小很多嗎 所以後面我們幾乎可以說 我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只保留這第二項的時候 後面這就刪掉 把括號再拿掉 那1加上x-1 不是就是x嗎 也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1x-1 就趨近於 就是那個x 所以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樣子一個數 帶進去 對不對 好 這個部分就用hc over lambda kt 那lambda kt就上來 hc在下面跟這個hc消掉 lambda 跟這個地方的lambda5 又消掉 變成lambda4次方 上面就剩下一個kt 就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形式 是不是才看到過 在哪裡 religine的方則式就是這樣 對不對 ok religine用古典物理的方式 所展現出來的 固然 我在前面沒有告訴各位 religine 它如何的用古典的方式去推導出這個方式 我只告訴了各位 它是用一個equipartition的概念 能量上面equipartition 我也稍微解釋了一下 什麼叫做equipartition 就是一個能量式連續的一個概念 它不會因為你的光的頻率的差異 而在它的population上面有不同 每一個頻率它出現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是以那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ok 以這樣子的概念去看的話 就的確可以導出這個式子 而這個式子如果今天從 普朗克所導出來的這個結果來看 那是合理的 因為它在lambda很大很大的時候 它的確是以這樣一個形式出現 所以你回到religine的方式去看 它在長波長的時候 它是ok的 它是可以fit的 對不對 但是它跑到波長 很小的時候 就是這個x開始變大的時候 那這個式子就跳不出來了 它就沒有辦法把它減收成這樣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我們雖然沒有用古典物理的方式 去導出來religine的那個式子 但是實際上 你從普朗克的這個假說裡面說 導出來這個式子 也可以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 是它導出來了這一個religine的方程式 好 好 那 在這個地方我特別在這裡寫下來 就是說 這個地方在religine它導的時候 它就是用了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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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 的 excitation probability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equipartition的意思 也就是說 在每一個頻率 對於每一個頻率而言 在長波長的部分 對於每一個不同的頻率而言 它的分布 基本上就是一個連續性 就是一模一樣 好 好 那 如果今天 是在高能量的這一邊 是在高能量的這一邊 那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這個E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當E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population 就會 大部分集中在那個能量最低的狀態 因為那個能階的差異太大 OK 這個時候就不是一個equipartition 你要知道這個分布 這個Botsman的分布 是決定於你這兩個能態之間的能量差異 所以當你的那個new很大的時候 你的頻率很大的時候 能階的差異很大 你的population基本上都集中於最下面 OK 我出一份非常非常困難的題目 我告訴你們全死光過 OK 大家都 都 都集在那個能量最低的狀態 OK 這個意義就是這樣 好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這下 oscillator 就沒有被 沒有辦法很輕易的跳到高能階的狀態去 也就是在UV這個高能量的那個區段裡面 被激發的震盪詞的數目是非常非常少 或者是趨近於零 這就是為什麼在實際的實驗裡面 你看到的那個profile 它是靠近很短的那個波長的部分 它是收斂的 它掉下來 因為在那個部分它能階的差異太高 它這個沒有辦法被激發上去 那一切都可以從這樣子一種 波斯曼的分佈率上面可以理解 而在長波長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可以fit 因為那個部分就比較趨近於是一個連續的分佈 好 所以這在概念上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個曲線就會converge 這個波斯曼的分佈率其實是一個 我個人也是覺得是個不得了的一種 一個學說 在很多很多地方都會運用到的 我特別要針對那個農化系的同學 要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我在我這門課 我雖然會在後面提到一些光譜的概念 但是因為我知道農化系在 就逃避不了這個有機化學的挑戰 那有機化學裡面老師一定會講這個NMR NMR牽涉到的就是核的一個磁性 而核它很獨特的就是它的磁性 是只存在兩個有兩個磁態 而這兩個磁態的那個能接的差異在什麼範圍 在無線電波的範圍 無線電波是何其微弱的 我們隨時都在接受 對不對 你的手機等等的 OK 無線電波 那個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害怕無線電波嗎 我是不害怕 OK 我相信你也不太害怕 所以那個能接那個差異很小 也因此其實在NMR上面 這兩個磁態的那個population 其實幾乎是1比1的 所以NMR它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一種機器 它的那個detection的那個sensitivity 它可以detect到上下那個population 那個差異那麼一點點 它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針對農化系的同學 我要告訴你 這個Boltzmann的定律 我所提到的這些概念 它是很重要 可以幫助你在那個地方有所理解 OK 好 剛剛是我們所提到的物質的性質的第一個謎團 帶出來了一個光的能量交換是量子化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現在我們要再來看另外一個謎團 這個謎團 就跟Hertz在1887年所發現的photoelectric phenomenon 光電效應相關 這一回因為我有比較多的空間 所以我把這個非常經典的一個Hertz的實驗 放在這地方給各位看 這是我上回只是口頭上面做的一些描述 這兩個球幹嘛 就是把靜電累積上去 然後在這兩個很接近的這個金屬頭 它們個別跟正電核和負電核連接的 這個中間距離很接近的時候 它就會放電 OK 放電的時候就會發生這個Spark OK 這比較漂亮的Spark 那我說過這個Spark就是一個快速的一個 對於Hertz而言 它的一個研究的結果 它知道 是在當時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一個電核 實際上我們現在知道這是電子 跳過來跳過去 在那邊很快速的跳遠 非常高的頻率 這個頻率其實就對應在那個無線電波的那個波 就是電子波的特性 所以它就會放出來一個無線電波 OK 不論如何 所以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電核的震盪 電子的一個震盪的時候 一個電廠的震盪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就放出來一個波 就會穿過這個地方的一個induction coil 一個感應線圈 注意到這個感應線圈這個地方 這兩個金屬頭之間 又有一個非常細的一個狹縫 就會在這個線圈裡面 因為中間這個有一個磁通量的一個變化 因為這個光通過去 這個電子波通過去 有一個同樣的一個變化 這個時候就導致這個感應線圈裡面 有一個電流出現 然後就會在這個地方感應出來一個spark Hertz它在研究這個現象的時候 這感應現象的時候 它去研究這個不同的電核 所造成的這個spark 所產生的光 造成的那些感應的效應的時候 它是用被感應出來的這個spark 存留的長度、時間 如果這個spark spark就是放電放得越長的話 代表你那個電流 induction 電流就越強 OK? 它要去研究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非常接近的一個距離 用在大白天 你要去定那個時間 可能這個觀察上不是很容易 所以它就會怎麼樣 為了要很清楚的 能夠看清楚這個時間 這個spark 存留時間 它把它放在一個黑盒子裡面 OK? 但是只留到一個視窗 但是它們每次都發現 如果我在這個黑盒子裡面 去觀察的話 它的那一個spark 它被感應出來的那個spark 存留時間都比較短一點 OK? 那盒子拿開 它同樣的條件 那個感應出來的 就這個電流會比較強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對不對? OK? 然後它研究結果發現 這是因為有光線照射在 這個感應線圈的兩個接觸點的 那個金屬的上面的時候 有電荷跳出來 OK? 它仔細地去研究 因為它有一個視窗 如果這個視窗 是玻璃的話 OK? 那那個影響就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有一些光 我們現在知道 有些UV波段的光 是沒有辦法通過這個玻璃的 所以我們這個戴眼鏡的人 這個眼鏡拿下來 對於光都會比較敏感 因為平常你在外面 那個UV能夠通過這個 這個玻璃鏡片的部分 是比較少的 OK? 所以你的眼鏡在某種程度上 是被保護或者是這樣講 所以你一拿下來就比較 sensitive 你換成食音 食音的話 UV波段是可以透過的 你視窗變成食音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流存時間就比較長 OK? 也因此呢 就發現了這一個光電效應 不要忘了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放電也是會放光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光線過來 也會造成相同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它把盒子拿開 還是有外面室外的一些光線的存在 是可以想像 好 所以1887年 Hert就發現了 這光照射在金屬上面的時候 似乎有電荷會跳出來 我們可以說 基本上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 什麼東西跳出來 電子跳出來 所以 雖然J.J. Thompson在1898年 透過陰極射線的研究 證實了電子 就是那個陰極射線是電子 而且這個電子是 我們的原子的結構裡面的一個單元 這個重大的發現 你如果回溯它的根源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說 是1887年Herts所引發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上回忘掉特別來談Herts Herts他1880年才23歲 但是很抱歉 1894年他過世 你去算算看 他只活了大概 30來歲而已 他做研究只做了13年 OK 33歲就過世了 他是一個不得了的一個人物 開玩笑 只做了13年的研究 他對於這個世界的貢獻 不是開玩笑的 這種人如果能夠讓他活到80歲 我是不曉得 現在這個世界可能不一樣 我們現在可能在火星上面教學 OK 所以 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 這是第一次我發現了 這個所謂的光電效應 OK 而這個光電效應 這種現象慢慢的 大家進一步的去研究 Herts在1894年過世 93年、94年 他有一個助手 就是Leyner Leyner他繼續的去研究這個光電效應 然後發展到了因極射線的研究 所以實際上他對於電子的發現 也是有非常卓越的貢獻 但是他並沒有被稱為是電子的發現人 那是J.J.Thompson 但是他也因為在這個 因極射線的研究上面的一個卓越 一些卓越的貢獻 他在1905年拿到諾貝爾獎 不過在人性的方面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納粹的支持者 所以我只能說 傑出的科學家 不論他何等的聰明 跳脫出他的專業之外 他也是跟我們一樣 都是同樣的人而已 OK 但是我們還是拉回到科學的這一個方向上來看 他繼續在Hertz過世以後 他繼續去研究這些有趣的現象 他發現其實 當然尤其是UV的Light UV這個能量比較高的波段的光線 照射在金屬上面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電子會跳槽 但是很有趣的時候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你用的光的頻率是很重要的 它存在有一個能量的門檻 也就是一個頻率的門檻 我們用Nu0來表達 如果你用的這個光波 它的頻率是小於Nu0的話 它就過不了這個門檻 就不會有任何的電子被打出來 OK 那你的這一個能量 必須要超過這個門檻 才會有電子被踢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結論 這是各位應該知道的 另外就是 光的強度 OK 它只會增加跳出來的電子的數目 但是不會影響到 跳出來的電子的能量 因為你的這一個電子 接收的這個能量 跳出來 OK 那多出來的這個能量的部分 就變成它的動能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的發現是 你的這一個光的強度改變 但是你不改變你那個光的頻率 你知道頻率跟光的強度 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不好 同樣的頻率 可是你光比較強 等一下我們還會回到這個 所謂的光線的強度概念 上面來談 所以你頻率不改 那你跳出來的這些電子的 頻率動能就不一樣 OK 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 但是為什麼 我們真正要問的是 這個實驗現象如此 但是為什麼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謎團 它背後隱藏的東西 是什麼 1905年 一個大家熟知的人 就是愛因斯坦 他提出了一個說法 他說 他說 其實 電磁波是被量子化的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說 這一個 不是老調重彈的 不是說 這個光的能量是量化的 不是這一個意思 他說 其實 光的能量之所以會被量化 因為光是一顆一顆的 光是粒子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一種想法 我們看過歷史 早期的時候 在牛頓的時候 他認為光是粒子 但是我們說過 到了二十世紀的 到十六世紀的初期 大概在1830年之後 沒有人再相信 說光是粒子 大家都認為說 光是一種波動 可是現在到了1905年 愛因斯坦人說 光其實是粒子 OK 好 而 既然它是一個粒子 每一個粒子 它都有一個能量 而這個能量 就對等於Hν 也可以把它顯成另外一個形式 因為Nu等於C over lambda 就是HC over lambda 好 這就解釋了 為什麼光的能量交換它 必須是一塊一塊 因為那一個能量 那一塊的能量 其實就對應到這一顆光子的能量 所以它在交換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會 對不對 比如說你到活動中心去買便當 21塊 所以你給它20塊 然後把五塊錢硬幣切成五份給它 你不可能這樣做 對不對 OK 所以你的光子的能量 你要嘛你就吸收 要嘛你就不要 很簡單 你不能夠說 我只要二分之一的Hν 沒這回事 好嗎 所以它利用這樣的一個學說 它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能量交換是如此的 好 但是這個講法實在太過於震撼 無法接受在當時 大部分人是無法接受的 但是不論如何它可以繼續地說 好 好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在解釋這個光電現象的時候 他認為說 當你給它一個光子 它的頻率或者它的能量 是高於你的這個門檻能量的話 多出來的這個部分就會變成為是 這一個電子的kinetic energy 我們用KE表達 好 那KE 是如何表現呢 是等於二分之一的md平方 那這就可以讓實驗物理學家去量度嘛 對不對 量度速率 這是OK的 你是可以去理論上去證實 但是大家都知道 阿因斯坦也是個理論學家 OK 他需要實驗學家去證實這件事情 好 剛剛我們提到 光的強度 所以光的強度是什麼意義 如果從一個光子的學說的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你頻率固定 但是你給它比較多的光子的時候 它就比較亮 好不好 所以你的光比較亮 並不代表你的頻率變大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同樣這個頻率 你給它比較多的光子 它就比較亮 但是因為你沒有改變頻率 你給它比較多的光子 所以你跳出來的電子 就會變得比較多 對不對 一顆光子 踢出來一顆電子 如果這個效率是百分之百的話 Alright 那 但是你不會改變掉 這個差異阿 因為你頻率沒有變阿 那你出來的 Kanatic energy是固定的阿 你給那個電子的Kanatic energy固定 所以你的那個平均的速率還是固定 OK 所以這可以很完美的解釋這些現象 OK 好 所以它就跳出來這個速率 就跟你的light intensity是沒有關係的 在這個地方我要稍微提一下 Alright 你當然在高中的時候學過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說這個門檻就對應到一個所謂的游離能 對不對 游離能就是把一個物質的電子把它踢掉 游離後 OK 但是那普遍 你去看游離能 我們在後面會彈的 它的定義上面是針對氣態的 這個地方是對於一個金屬 金屬大部分都是固態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這個H nu H nu 0 就通常會給它另外一個代表符號 或者是名稱 稱它為叫做work function 我們常用p來代表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是普遍對於這些固態的物質 OK 所用的這些所謂的jardang 他們的名詞 大家必須要稍微理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當然我們要繼續追問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在氣態裡面 跟在固態 你的游離 你游離一個電子的這一個 所需要的這個能量會不一樣呢 還是說它會一樣呢 這個問題 暫時留存在你的心裡面 想一想 或者是去查一查資料 我暫時不告訴各位 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要去談 游離能這件事情 總而言之 這個work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 你需要把一個電子 完全脫離這個body 脫離這個金屬 所需要做的工 至少需要這麼多 那剛剛我們看到 我提到說 安逸散尼這個學說 它只是一個理論 它沒有實驗去證實 對不對 你需要有實驗物理學家去證實 這件事情 那的確 在1912年 兩組人 一個是Hughes 一個是Owen Richardson 跟他的學生 Karl Compton Owen Richardson跟這個Hughes Hughes當時在 他是在JJ Thompson的實驗室 唸PhD的樣子 Owen Richardson是在普林斯頓 但是他之前 他的PhD 也是JJ Thompson的實驗室出來的 在這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這些大咖 在那個時代裡面 幾乎 大多數都來自於JJ Thompson的實驗室 不是開玩笑 所以JJ Thompson 他在這個教育上面的貢獻 實在是非常強大的 好 那 他們兩個人 一個是在JJ Hughes還在JJ Thompson的實驗室 也在研究 這一個光電效應 或者說 這個應急射線 Owen Richardson在普林斯頓 他的學生叫做 Carle Compton 我們等一下還會提到 另外一個德國諾貝爾獎的 Compton 這個Compton 他也是很有名 他後來 甚至於做過MIT的校長 這兩組人分別的 在英國以及美國 都證實了 這個結果 換言之 也就是說 去證實了 的確 這個H2-H2-0 對應到的 這二分之間MV平方 可以量度出來 好 但是 在1916年 在芝加哥大學的密利根 這就跟JJ Thompson沒關了 是完全在美國 密利根當然是一個夠很熟悉的人 我們上學期也提到過他的油滴實驗 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實驗物理學家 他可以精準的 測量出來 這個油滴實驗裡面 那個電子的那個電量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標準的是很高的 那他在1916年 也做了同樣的發現 那你當然會說 這個是 對不對 插人家屁股 對不對 對不對 Me too 這個有什麼值得驕傲呢 OK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主要 Milligan認為 這個 1912年 這兩個group出現 這個data 不行了 太粗糙了 OK 插演 他太粗糙 他用他的這個實驗技術 去做了非常精準的測量 而且取得非常精準的那一個plank常數 H OK 所以他可以用另外的一個方式把這個H給抓出來 OK 好 那他在1923年得到諾貝爾的這個物理獎 其中的一個卓越貢獻 就是去證實了這個愛因斯坦的這個光電效應的理論 但是在當時 Milligan去做這個實驗 他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去證明 愛因斯坦是錯的 OK 說這個傢伙胡說八道 什麼 光怎麼可能是顆粒呢 光怎麼是顆粒呢 不可能的事情 OK 但是 當他 當他 到了 好像是82歲 寫回憶錄的時候 他是這樣說的 我在當時做的那個實驗 就是完美的證明了 愛因斯坦的光子學說是對的 OK 你也知道人 在思想上面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諾貝爾得獎主的話 你講話要小心 因為每個人都會很小心的很仔細的聽 OK 所以 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OK 這裡有凸顯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愛因斯坦的光子的學說 不是一個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OK 因此愛因斯坦他雖然在1921年 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 但是他得獎的原因不是因為 他提出了光子的學說 他得諾貝爾獎的原因是因為 光電效應的理論 OK 那他的相對論也是在同一年 1905年提出來的 OK 所以這是一個不得了的人物 這個光子的想法 所以你們不要太介意 這是普朗克在1913年時候提出來的評論 普朗克是第一個提出來能量交換 是以快狀方式去交換的 可是他卻沒有敢講說 這是因為光是光子 是顆粒的 只有愛因斯坦敢這樣講 愛因斯坦自己的說 你不要說這個太 這十恩牙蕙蕙是太簡單的事情 對不對 既然這個光線是以一個 框塔的方式交換 所以代表他就一定亮 一定是光子 不是這樣 愛因斯坦說 不是外面賣那個可樂是一罐一罐 賣那個 代表可樂這個物質就是一罐一罐 OK 這個邏輯不是這樣子可以推演的 OK 好 那既然你提出來有所謂的光子的存在 就如同我們說有原子的存在一般 你要問的是大好 那它的質量是什麼 它一顆有多重啊 OK 好 那它的確是有質量 但是各位 光是在移動的 所以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所謂的rest mass 不是說我這個東西 我放在一個天平上面我可以去量 多重 你的光子是不可以拿來 只是你沒有辦法拿來 放在一個天平上面去量的 這個所謂質量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你要用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來 看這個所謂質量 那 愛因斯坦認為 這個光子的質量是什麼 是m等於1 over c 平方 各位更為熟悉的就是 1等於mc 平方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 因為要談它的質量的話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表達 那 你可以把其中的一個c 改成為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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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da乘上 new 然後 這個地方是一個hnew 那 這個new 消掉了 就剩下一個h over lambda c ok 好 當然這是我剛剛說的就是各位最熟悉的 所以暫時記得這個h等於 m等於h over lambda c 我在後面還會做一些比較 好 那 ok 對於 光 是一種光子的想法 固然是極為荒謬 但是如果你膽敢提出 就有人會想辦法去證明你是錯的 還是你是對的 對不對 好 比如說密利根 他想要證明艾利斯坦錯了 結果他 實際上說實在的 他證明他是對的 ok 好 不能如何 我們現在 在1922年又有另外一個compton 叫做Arthur Compton Arthur Compton 是Carl Compton的弟弟 ok 他們這一家子的人都是普林斯頓大學 拿的PhD 不是開玩笑 他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compton 也是教授級的人物 跟我們這個沒關 不談 那Arthur Compton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也在畢業之後去過 Cavendish的實驗室 在劍橋的Cavendish實驗室 一個非常著名的實驗室 當時這個Cavendish實驗室的主導者 頭頭主任就是J.J. Thompson 所以他也去了J.J. Thompson的實驗室 不過好像是在他兒子的手下 做研究 做相關的 也是當然跟這個 因極社協跟這個電子等等相關的 那他就 這一個 去做這個研究 他發現說 如果今天 是回了美國以後去做的 你如果今天 他對一個現象很有興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拿一個X-ray 去… X-ray當然大家知道 這是一個波 這是一個光 對不對 就是一個Electromagnetic Wave 就是一道光 你可以這樣講 去照射到一些固體上面 比如說一些金屬上面 你就會被踢出來 就會有一些電子被踢出來 接受也不會太意外 對不對 光電效應 我們現在知道了 電子接受了這一個能量 然後踢出來 踢出來就會具有一個 這個… Kinetic Energy Alright 但是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 你把X-ray打過去 你或多或少 就會有一些X-ray被彈回來 對不對 他去看被彈回來的那個X-ray 總是會發現他的波長 會有一些偏動 OK 為什麼彈回來的X-ray 它波長會有所偏動呢 進一步的去量測 這一個踢出來電子的走向方向 OK 這可以透過一個 也是德國諾貝爾講的一個叫做 威爾遜雲霧式的方式 來可以觀察到這一個帶電的電子 走動的方向 所以這是可以量度 Alright 然後他發現呢 然後他發現呢 這一個頻率的偏動 跟這個電子的這個偏離的方向 以及他的能量 完全可以用古典物理的兩個 粒子的碰撞 動量手橫的這個方式去把它解開來 OK 代表的重要的意義在哪裡 代表的這個實驗證實了 X-ray雖然是一個光 可是它在這個實驗裡面的行為是什麼 是一個粒子的行為 是一個粒子的行為 那因為它的那個 因為這個碰撞嘛 會有些能量的交換 因為這些能量的交換 所以就會有一個Lambda的偏動 這個實驗證實了 被視為是證實了 這個愛因斯坦所提出來的 這個光子學說的一個實驗 所以在1927年拿到 諾貝爾的物理獎 但是這個實驗也要到1922年 人家在1905年提出來 1922年才真正證實說 真正有實驗證實是如此 也因此最終 我們要做的一個小小的結論就是 光到底是一個波動 還是一個粒子呢 實際上它是具有一個雙重的性質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最終的一個小結論 就是它具有一個dual的nature 一個所謂的波跟粒子 波粒二元論的一種dual nature 它可以behave as a wave 也可以behave as a particle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 我們在過去的時候提過說 我們有雙霞鳳的實驗 ok 對不對 好 所以有人就是去玩這樣的遊戲說 好 我在做這個雙霞鳳的實驗的時候 我把這個光的intensity 調弱到只有一顆光子過去 那這樣子的話你有兩個霞鳳 你要嘛就走左邊 你要嘛走右邊 對不對 那你就不應該看到干涉的條紋 但是這個實驗的結果是什麼 你仍然看到干涉的條紋 ok 所以這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很有趣的實驗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dual nature 也就是這個波動跟粒子的特質 是沒有辦法區別的 ok 好 你知道有一句古話 我們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個帶有才人出 ok 1924年 法國有一個年輕的科學家 雖然你或許不會覺得他很年輕 他在這個時間點也有32歲 但是呢 這是在他的博士論文裡面 他提出另外一個驚天動地的想法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所熟知的粒子 也其實具有波動的性質 那你又會說這不是太簡單嗎 對不對 如果光是一個波動 那它可以是一個例子 那當然這個例子也會有波動 哎 話絕對不是這樣想 ok 那如果是這麼簡單的話 那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嗎 這我們只是怕最後一個結論寫出來 這中間的那些想法 那些如何導出這樣一個結論 是另外一件事情 連愛因斯坦都不敢這樣講 是不是 所以我想我們愛因斯坦都已經跳出來 我們還是下課了 好不好 下次再繼續來談這件事情 ok